拜託 然後尤其是清華大學更妙了 馬上跳出來道歉 清大融資案的時候 你怎麼都沒有 網水融資案的時候 怎麼都沒有跳出來道歉 造成社會那麼大的動盪 怎麼都沒有 一個學生來challenge你的部長 然後你就要緊張的 趕他出來道歉 那是怎樣啊 怎麼會差這麼多 5年5百億 喔對 5年5百億沒有 那是很誇張的 尤其是一個更荒謬的邏輯 就是李嘉童 前校長 進南大學前校長 他竟然講說 如果是黑道你敢嗆嗎 你怎麼不去嗆黑道 他講這句話我就想說 喔原來是怎樣 李嘉童校長告訴我們兩個重點 第一個黑道不能嗆 第二個如果黑道來治國 我們要尊重他 是這樣子嗎 如果真的要嗆黑道 學生去就好 老師都不要去 是這個樣子嗎 不然他講說你怎麼不去像黑道 黑道在外面五法五天 你都知道黑道五法五天喔 還叫學生去 那你老師要負什麼責任 有這種道理嗎 怎麼會講這種邏輯呢 這是很奇怪的邏輯耶 好 重點是齁我覺得 來了 十二月三號 立法院只有聯合報在現場嗎 如果不是只有聯合報一家 那當然我們有可能說 因為只有聯合報一家在現場 所以他看到了學生 沒有禮貌的那個事情 如果不是只有一家 那為什麼前一天 就是當天啊 十二月三號 因為是十二月四號聯合報出刊嗎 對不對 十二月三號 為什麼電視台都沒有人 報道這個部分 我去問過喔 我真的去問喔 十二月三號 我跟你講 所有的媒體都在 蘋果忠實 自由 山地民視 中天 所有的電視台都在 那為什麼人家沒有報道 我問他說為什麼沒有報道 他說不是啊 他真的沒有什麼啊 他 前後文十五分鐘看完之後 他覺得沒有什麼啊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我說你怎麼沒有報道 你是不是說媒體狼狼 他說沒有啊 真的沒有什麼啊 他說 好啦 那既然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 聯合報這麼獨到的一個見解 既然你們前一天都沒有處理 可是聯合報那麼 獨到的見解 等到聯合報頭版頭條加A2 那你落字的電視台 為什麼不相信你前一天眼睛所看到的 就開始跟了 對啊 然後結果是十二月四號電視台 把前天的資料帶調出來 按照聯合報的那個論述 再重新批學生一次的 不是落字是什麼 就是落字啊 你不相信你自己眼睛看到的嗎 你眼睛瞎了耳朵龍的腦筋慘了 不然怎麼會做這個動作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耶 可是觀眾可能他不會去想到這個部分 當你想到這個部分你就覺得說 對齁 怎麼會這樣子 你竟然不相信你自己前一天所看到的 報紙這樣寫 然後你就去跟 其實這個部分也突顯出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即便是報紙現在發行量沒有多少份啊 他還是有很強的議題設定的能力 聯合報 如果啊 聯合報 他這樣的一個事件 就回到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拼圖 真相的拼圖 他這片拼圖應該擺在中間 可是聯合報卻把它擺在左下角 那之後是什麼樣 電視台跟著他如果去拼出來 真相就不是原本的樣貌 報紙現在有很強的議題設定能力 如果現在聯合報都可以這樣子 那如果蘋果加中史真的要二搞的話 主婦聯盟他每天就講主婦聯盟練才 主婦聯盟然後找李慧仁來 然後結合李慧仁 然後現場每個人收十萬塊來聽演講 然後開始大報導練才 真的可能隔天齁 在前面那邊就停了十台SNG車耶 然後就開始想說 哇 對 開始在做Live連接說 李慧仁當天就是站在這邊 然後主婦聯盟的秘書長就坐在那邊 然後開始在那邊數錢 就在這樣裡面 開始在那邊做Live連接 我的意思是說 它可以造成很強的一點設定能力 當然以上是開玩笑的假設 這個不要播出去的 這樣不小心 解讀好像覺得說我們真的是在指控他 這永遠不會有人相信 OK 好 我先講這些人真的都蓋上美女書 黃偉哲羅淑蕾李嘉童 親大的校長副校長主要上 真的是邏輯很大的問題 那到底真的誰沒有禮貌 我們剛剛講3月8號 我們來看 那天官員是怎麼樣沒有禮貌 好 那麼昨天的場合呢 可以看到這列保院的委員會上 已經調理非主管職的前方 演員局長許天來 那麼當場呢 就是跟紀錄片的導演 李慧仁來展開雙邊的攻防 不過呢 這個現場還有一個人物 引發批評了 就是農委會的副主委黃有才 他就站起來呢 對著這個導演講說 你講話小心一點喔 哇在國會殿堂上 這個粗言來恐嚇 那麼說你導演 你可是沒有後面圈的 言論後面圈你講話小心一點 好像有一個恐嚇呢 引發大家的註意 很多人就說 事實上這位副主委 過去也有很多的十點紀錄 幾乎都可以成書了 帶你來看 行政單位 竟然把黑手伸到實驗單位 我沒有辦法接受 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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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是誰 怎麼會在國會殿堂上 出演復活 他與角度 看不清楚 沒關係 讓我們告訴您 他就是門委會副主委黃有才 而他出演恐嚇的 是紀錄片導演 李慧仁 這條前 毫不密會 也讓全國人見識到 由著美國康奈爾大學 實定科學研究所 博士學歷 在農委會任職超過二十年 擔任過農業署署署長 到現在副主委 黃有才 如此的官僚 如果還有影響 美牛第二次跨部會議 拒絕對外公開 也因為黃有才 獨到的看法 因為有了之後啊 我不曉得專家裡面 會不會有罵人的話 而且連夏天 目光價格差跌 當時就算是陪總統視察 他說的話一定還批評 他們的價格偏離 這個市場 這個行情的話 那你可以選擇 不要賣給這個官道 最近遇到菜家總部屏 甘藍菜芽大漲六味 他的見解 也如同現代版的 不如食肉米 甘藍菜芽 就是 不是還有一個藍瓜 那個都不是我們 很大眾的量 大眾的貨 也不是我們常常在吃的那些東西 這次有多摘一筆 在國會恐嚇百姓 實在令人感嘆 這就是 你納稅人薪水的共同嗎 甘藍菜芽 我來一組婚言 他有了 好 如果啦 按照那個部分 他是不是 按照陳偉廷那個模式 應該是什麼 隔天應該拖板拖掉 連續兩天 死路 下台 然後什麼那種 下那個標題 怎麼丟臉 然後 之類的說 當場恐嚇 有沒有很沒有禮貌 在國會殿堂 然後 竟然說 你沒有 言論免權的權 你講話小心一點 那你應該 甚至你要把 他祖宗十八代都調查出來 他是什麼背景 為什麼把腹這麼黏感 這樣子恐嚇啊 對不對 怎麼都沒有去做呢 如果按照同樣的那個規格的話 你應該去調查一切啊 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說他建宗念建宗的時候 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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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有一個同學叫做方本人 沒有聽懂 建宗是什麼 沒有聽懂耶 他念建宗的時候 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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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的同學 有一個人叫做方本人 OK 好 就講一下 中國時報 工商時報 去年的7月27號 講旺莊的那個事件 我全程在此